嗨 開始我是奈普頓 今天我要帶各位到兩個步道 這兩個步道其中有一個是非常漂亮 但是螞蟻比較少的 然後會到另外一個步道 哇 這個步道有點難走 但是走上去之後你會看到非常特別的螞蟻 叫做刺激山椅 當然今天帶我來這個步道的是 鳳哥 哈囉 感謝鳳哥帶我來 大家好 那在這之前呢 我們先吃一個午餐 奮飽之後我們就直接去步道走了 GO 超喜歡吃豆腐的 首先先來一口豆腐 超嫩 再來吃一口筍絲 再吃個炒地瓜葉 哇 太爽了 好好吃喔 哇 剛吃那個梅春公路飯店 它的味道調得非常棒 然後它的豆腐吃起來非常入味 又很嫩 太爽了 沒想到出來外面找螞蟻 還可以吃到這麼棒的一餐 那我們現在馬上就去山上找螞蟻 OK 我們已經到了第一個步道 這個步道目前看起來是非常原始 看 身後就一些比較人工的步道 其他旁邊都是一個很原始的山林 然後下面也有一條小溪水 所以大家可以聽到一些溪水的聲音 先來這邊看一下 會發現什麼樣特別的物種 但是鳳哥說這邊好像比較少螞蟻 就來看一下風景啦 OK 我們就繼續往前走 這次換了一個新的設備 看起來應該比較好一點 哇 它可以走下去是不是 對啊 哇 走到溪水旁邊玩 這是可以下去玩水的嗎 欸 很猛耶 可以帶小朋友來耶 OK 我們走下來了 哇 這溪水好清澈喔 好舒服喔 超棒的 哇 這溪水可以下去游的吧 然後好多魚喔 超美的魚耶 但這邊是完全禁止捕撈啦 所以如果有來這裡的朋友 千萬不要動這個歪腦筋 看完溪水放鬆完之後 我們看到了一窩超級大窩的 琉璃椅 然後它居然還在養它的牙蟲 超級可愛 只是沒有看到牙蟲吐出蜜蜜的畫面 但感覺它們是在照顧牙蟲 就像我們在養乳牛一樣 非常的特別 好 那接下來我們繼續探索起來 我們再去看看這個步道裡面 有沒有什麼其他的螞蟻 再給大家看 如果沒有的話我們等一下再去下一個步道 OK GO 出發 喔 欸 面前一個超級大的蜘蛛網耶 喔 還好我沒有碰到牠 這個步道跟小溪旁邊的螞蟻好像比較少 只有看到那個琉璃椅 所以我們決定先往其他的步道找起來 所以我們要先跟這個很漂亮的小溪 跟這個美景說聲掰掰 繼續往下一個行動 出發 GO 好的 我們已經到了我們今天目標的一個步道 叫做九瓊根步道 哇 九瓊根步道一進來的這個地方 看起來雜草重生啊 風哥說這次已經除過草 所以我們現在走進來至少不是雜草 長到我們的身高這麼高了 已經是非常舒服的環境了 走進來就非常多不同的花 剛好看到一個很漂亮的野薑花 我身後就是很漂亮的這個野薑花 然後又看到幾種蝴蝶 非常的讚 那接著我們就繼續往更深的地方走進去 看一下裡面會有什麼樣不同的螞蟻 還有其他特別的生物吧 進來看到第一隻螞蟻 居然是跟剛剛步道看到一樣的螞蟻 應該是琉璃蟻吧 接著我還拍到了一隻公蟻 跟泥蟻珠近距離接觸的畫面 你注意看到螞蟻還沒有碰到就往後閃了 沒有要攻擊彼此的意思啊 再來看到了葉子上面這個可愛的昆蟲 這應該是擬步行蟲吧 繼續往前走 還看到了一隻芒豬 哇這條步道的入口處 就看到很多不同的昆蟲跟植物 可以慢慢觀察啦 哇哇 這有極體啊 極體吸惡真椅 看一下看一下 極體吸惡真椅 哇這很兇喔 看到了小心喔 哇這裡像攀岩啊 上來了 好我們繼續找 畫才剛說完仔細看著地板走路的時候 赫然發現了一隻超級巨大的闊魚 Oh my god 這應該是我看過最大隻的的闊魚了吧 這個叫做山闊魚 也是全台灣最大的闊魚喔 你看我的手指在旁邊比了一下 可以看得出來它的長度大概15公分 寬度應該有1.5公分左右 哇真的是超級巨的 身體的顏色也是滿美的 剛剛看到第一眼還以為是小蛇呢 嚇到我了 剛上來爬一小段之後 我已經滿頭大汗了 給大家看一下 哇這個步道 跟我想像中的不太一樣耶 它可以走的道路非常的窄 兩個人交錯這樣會車就會有一點小困難 還好現在平日來沒什麼人 好我們現在又要爬一個上坡的路段 然後要抓著旁邊的繩索 好出發 真的不好爬耶 你講步道我還真沒有想到是這種路啊 給大家看一下前面的路 我平時是這樣 往上拉 哇塞 OK繼續爬 GO 要到一個可以休息的地方了 這個小平台 休息一下 結果休息到一半我手突然摸了一下 居然摸到了刺激山椅 哇發現了刺激山椅 太猛了 剛剛在這條繩索上面 直接看到一整排刺激山椅 是怎麼發現的 因為豐哥說這附近會有刺激山椅 然後手一抓 然後覺得手癢癢的 一拿起來 刺激山椅在手上 然後就看到一整排在繩索上面行走的刺激山椅 他們是住在活樹洞裡面的一種螞蟻 然後他們最特別的地方是他們以後是會潛入別種螞蟻的椅草裡面 然後把蟻後給幹掉之後 變成他們新的蟻後 他會改變自己的氣味 然後舊的工蟻就會好好的服飾這個新的衛裝蟻後 超級厲害的 所以刺激山椅也是我很想要養的螞蟻之一 然後想要抓到一隻刺激山椅的蟻後之後 跟家裡的臭巨山椅 或者是其他的巨山椅類 來把它合潮合進去看看 說不定他就會產出新的卵 然後就會有新的工蟻 還蠻想要嘗試看看的 但是其實要抓到刺激山椅的以後 沒有這麼簡單 如果有機會的話 會再拍攝影片給大家看 刺激山椅真的超級美的 如果我們等一下再往前找 有看到很特別的螞蟻 還會再記錄給大家看 好 那我們就繼續找 Let's go 後面的這棵樹 一整窩的刺激山椅 從下面到上面 滿滿的都是刺激山椅 那個椅草超級特別的 從下面然後挖內部 挖到上面去 上面有一個樹洞 他們這樣就有很長的一個通道 非常厲害 很隱密啊 超級開心的 剛剛除了看到一整條的刺激山椅之外 現在還看到一個超級大窩的椅草 非常的棒 好 那我們繼續尋找 go go 好的各位 我們那個九瓊根步道 行走的差不多了 這裡已經到九瓊根的頂部 再往前走的話 它寫的是烏嘴尖 要走150分鐘才會到那裡 好像有點太遠 那我們現在身後的林象 就是非常非常的原始 風哥不知道在尋到什麼 我們去看一下 go 風哥剛剛直接發現了一個非常大窩的 吉山藝屬的螞蟻 他們椅草的洞穴 哇 看起來非常的厲害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非常多的公益在那邊行走 對吧 好 接著我們繼續尋找其他特別的螞蟻吧 欸 各位 我們在這個樹旁邊 看到了一窩非常大 我的刺激山椅的巢穴 哇 你看他們的樹洞非常的漂亮 而且他們會自己挖那個木頭 把那個木頭 這樣子一點一點挖出來之後 變成他們自己的椅道 哇 你看螞蟻建造出來的是這種椅草 真的是鬼斧神功 他們挖出來的這個圓 超級漂亮的 然後我也拍了很多螞蟻特寫的畫面 現在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哇 刺激山椅的工蟻 超級美的 哇 你看他的頭跟屁股打光之後 烤漆感的黑色 哇 直接反光欸 超級帥的 然後他的胸口是非常漂亮的紅色 有一些工蟻他的身體顏色是比較深色的 然後有些工蟻他的身體顏色是比較淡色的 淡色的那個工蟻 看起來超級美的 然後他的胸口的形狀也是非常特別的 一般我們常見的幾山藝屬的螞蟻 都是很普通的胸口 應該可以這麼說啊 他身上的尖刺比較少一點 通常都有兩根比較小的刺而已 但是刺激山椅 他身上的刺大概就有六根吧 從頭跟胸口的這個接縫處 就有兩根刺突出來 然後他胸口跟副秉斜的接縫處 就有兩根超粗 超彎的這個尖刺 超級帥 現在在我的身後這棵樹上面 也超多隻工蟻在爬的 大家可以看得到嗎 應該可以看到一些 你看看 哇 這裡 這裡 哇 超美的 哇 有一隻工蟻大到我剛剛以為是蟻厚 這隻張得超大的耶 哇 這些畫面我覺得是非常漂亮跟珍貴 希望大家有非常享受 在看這些畫面的過程啦 我們除了在這邊有看到它的工蟻之外 剛剛也有看到幾隻叼著幼蟲的工蟻 也有把那幼蟲的細節給拍出來 可以看到幼蟲身上是長了滿滿的細毛耶 哇 超級酷的 我剛剛看到出來想說 欸 那個是幼蟲嗎 但是仔細一看 欸 真的是幼蟲耶 只是這個幼蟲真的是布滿了鮮細的白色的毛 非常特別耶 我以前都沒有看過 哇 給大家看一下 拍到刺激山椅很大草的這個地方 其實是一個非常非常可怕的斜坡 現在往下造 完全沒有東西 所以如果我們腳一踩空的話就直接下去了 還滿危險的 那我們上山大概已經接近六個小時了 我們等一下準備要下山了 好 GO 下山其實也有點困難耶 後面路超小條 給大家看一下 有點崩潰 還好是摔在裡面 不是摔在右邊 好滑喔 等一下我喘一下 我全身都是汗 耶 走出來了 終於走出來了 好啦 那這就是今天來九重根步道 尋找刺激山椅的所有內容啦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內容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還有分享影片喔 如果想要支持我的話 可以點擊下方的加入按鈕 看到更多內容 感謝你監修看 請誰鎖定 我是奈普頓 下回見 掰掰 感謝鳳哥 太好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